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 港交所提高了的盈利要求 對主版學家的影響 現在正在做一個諮詢期 現在有些人會認為 因為上市門檻提高了 因為將盈利提高了1.25倍和1.5倍的時候 令到他們上市的難度增加了 上市的難度增加了 就是說現在現成在市場上的主版學家 有機會就是會叫貴了 因為現在內地A股市場的學家 是說是二、三十億的 其實到今時今日為止 也有很多內地的企業 是想在香港去買學 用另一個途徑去上市 那現在大部分的主版學家 是說幾億元 因為現在去申請上市的難度不是太高 如果跟新的要求來比 那因為那個成本不是太高的時候 去做啤學或者是去做學的鑽樣的時候 那有機會的價錢就不會太高 但是如果因為那個 大家看到的供應會少了的時候 自然的一個殼價就會上升 那這個是我第一個看得到出現的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就是說現在那個創業版的版塊 基本上差不多是被港交所遺棄 因為以前做jamboard的公司 都可以有一個機制去轉版 但是現在jamboard轉去做主版 但是現在jamboard轉去做主版 差不多跟重申申請過是沒有分別的 那令到jamboard的學價有機會 是會變得更加不夠吸引 那現在說一億元內 都可以找到很多一些創業版的學出來 因為維持一間上市公司 就算一間普普通通的創業版 每年的洗費都要成 最便宜最便宜都要成二三百萬 即是你包上那些給港交所的費用 要去做公佈業績 請一些合適的人去做CFO 相關的人士 INED等等 是需要一堆的費用 那現在其實有些上市公司 其實很多上市公司 根本就是沒有業務 或者是沒有錢 那他們很想給DQ之前 是將那個殼轉讓到 但是現在港交所 根本他就不是那麼歡迎 這些叫做中小型的企業 那他希望說 即是50億以下 他都覺得你是一間小的公司 那他希望是迎接到一些 過百億上千億的企業 他們是最喜歡去服侍的 那我覺得 這樣就是反過來 打開門口做生意 就是等同以前銀行一樣 就是嫌棄一些小客 港幣一些小客 那其實就是 我覺得作為一個交易所 應該是 不只是欺負一些小公司 就是大中小的企業 只要他是正經規規做生意的時候 我覺得都應該予以尊重 至於那個殼價的問題 如果真真正正 香港的主版的殼價 可以跟內地的殼價 可以拉近一些距離 即是值到十多億以上的時候 一定會引發得到 有些人就算成本高 他都會去製造一個殼 即是說你投注那裏有多少錢回報 那這個是有機會 因為市場是互動的 短時間會是少了 但是之後會適應了市場 還有看到的回報這麼高的時候 亦都會計算成本下去 轉讓給他買家那裏 今天想說港交所的盈利轉變 對那個殼價的影響到這裏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給大家聊一聊 拜拜